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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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點是用我們種植出來的藍草 就是大金萃取出顏料 讓我們的遊客做一些DIY的體驗 做出自己最獨一無二的步 藉由這樣一個機會 讓我們讓更多人可以把這樣藍藍的生活 藍藍的東西都放到自己的生活裡面 讓我們生活更美好 消遣農業這個產業對農村整個發展 它是蠻正面的 因為這個產業如果做起來的話 村子裡面的農產品 人它有工作做 然後年輕人覺得這個行業它會回流 會可以延續發展下去這樣 對所以它整個如果有工作做 然後願意回來 就可以解決人口流失跟人口老化的問題 可以留住年輕人留在自己家鄉這樣 創意生活一直談的就是 就是把創意融入生活當中 所以不是吃得到 聞得到 還可以玩得到 其實國營本來就是糕餅起家 所以我們希望把糕餅的元素 從參觀工廠到DIY到實際做體驗到吃下午茶的部分 都希望讓消費者能夠看到國營以不同的面向 更符合創意生活的本質 那我們博物館的特色呢 除了從我們的整個糕餅文化館 它是一個綠建築 那還有我們產品的碳足跡 就是不斷的創新等等 那也反映到我們的手作課程上面 就從餅乾到我們現在可能立體的 或者是像高載我們這種創新手作 都是我們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國營成立到現在已經154年了 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是傳統跟創新的結合 不只在台灣 去年我們也在日本開設了第一間海外的門市 希望讓台灣糕餅的元素 不同的地方能夠體驗到創意生活的不同的層面 我們理事長他是在地的藝術家 他在這裡是他的故鄉 所以他希望把這兩門工法帶到他的社區裡面 所以我們也是一個藝術村王 那我們以前有三級古蹟要重修的時候 然後他一定要用補法 補法就是用碗 到這完成之後再去剪 你選他需要的部分再去做一個連接 天啊 修補 是的 這是不容易的 那感覺剪年它其實又有分好幾種方式 對 是是是 哇 那來到這個園區要記得 教紙陶跟我們的剪年 就是這邊最大的特色 一定要來看一下這個藝術品 對喔 這一區是我們理事長非常用心的這個區塊 因為他的孫子很喜歡恐龍 恐龍 對 但是他呢 因為他很忙沒有時間 常常陪他去看恐龍走 所以有在自己的園區做這三隻大恐龍 好感人喔 做為他的生日禮物 這是他的生日禮物 這是他的生日禮物 真的很棒耶 是是 所以很多人都喜歡在這裡拍照 光是坐在那個恐龍的隱巴 拍照就很漂亮 是是是 第一次可以欺負恐龍 躺著拍照 產業除了發揮至深的倡議思維外 結合當地的歷史 養民眾玩樂的同時 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的在地文化 這裡是我們的衛浴樂火館 整個體驗教學區 我有發現牆上很多寫的公分數 這些是代表什麼啊 如果以我們的液態 自由的MIT的領域拉門 如果在門邊的設計上面 我們建議呢 大概就是不可以小於70公分 為什麼不能小於70公分呢 因為我們人的寬度 大概就是50公分 左右各加10公分 大概就是70公分 哦 這樣才不會像被困在鳥籠一樣 越喜越不開心 嘿 沒有錯 那副總聽說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個故事館 蠻特別的 沒有錯 我們這裡有一個1560的基隆故事館 哇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看看吧 GO 那為什麼這裡會叫做1560基隆故事館 其實在西元1560年明朝的時候啊 這裡就叫做基隆山 那是因為這裡住了一個凱達格蘭竹 這個凱達格蘭竹來講喔 叫做卡達基隆卡達基隆 所以就是這樣子叫做基隆 那也在明朝的神保針的時候呢 把它改叫做基地蒼龍 也就簡稱現在的基隆 是成為衛浴設備的領導品牌 改善浴室的環境 守護浴室的安全 那未來這裡呢 也會蓋10層樓的企業總部 那同時也擴大整個生活館的營運規模 那我們以前都是比如說我們做淘氣 都是用麻煩啊 手工的 那從爺爺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用機器來做 那像我們現在有保留以前的那個做碗的機器在 那這個碗它上面有一些特色 它以前呢就是刻了一些圖案 比如說有栗質的圖案 對 或是有那個竹葉的圖案 跟扇子的圖案 那他們在當時在設計這個 都有一些家族的意義在 不同的代表性 對 鷹哥呢就是代表一隻鷹鳥 對 鷹哥鳥 那為什麼會鷹哥鳥 那就是來自於我們現在那個鷹哥山上 在火車站上面那邊 可以看到一塊石頭很大的 巨大的石頭 那其實那個石頭呢 仔細去看它的這個身形 就很像一隻鳥側躺在那個山上 而且它有一個翅膀 對 只是它沒有頭 對 那為什麼它沒有頭呢 所以以前老人家就說 以前因為正成功 它來到鷹哥的時候 那因為很多士兵都被鷹哥鳥給吃掉不見了 所以它就命令那個這個軍隊呢 用大砲把這個鷹哥金把它打掉 對 那一打掉的時候 剛好就是炮彈擊中它的頭 所以它的頭呢就飛掉了 那其實同時呢 三峽那邊有一隻鷹鷹 就是老鷹鷹 然後一起作亂 所以呢 它的頭就打到呢 老鷹這個鷹鷹的這個下巴 對 所以呢 現在我們這個對面呢 看到那一座山是一個叫做鷹山 對 那鷹哥鳥呢 就掉在我們這個鷹哥山這邊 所以我們鷹哥呢 就是用這個石頭 長得像鷹哥鳥的這個石頭做為了命名 我們就想說 透過這樣的一些方式 讓從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認識陶子 那同時我們也想要透過我們館內的所有的文化導覽 那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在推戶外的導覽 對 像有些校外教學 都學校會來這邊 那他們就想要了解說 欸 除了我們興旺集社館內的認識之外 那整個街區啊 商圈啊 或是整個鷹哥的整個部分啊 我們可不可以有更多的這樣的文史導覽 那想要請問董事長 當初怎麼會想要以維生物為博物館的主題呢 用菌為維生物的主題館呢 只要讓一般人 他們通常都是對維生物都是一字半解 對 他們都覺得欸 那個很恐怖 那個可能會致病 可能會傳染 可能會身體會不舒服 用菌寶貝博物館這個取名呢 讓所有的來客人 讓他知道說 益生菌的部分呢 可以例如說在美食加油方面 有食用的菇類 藻類 那保健食品也讓 北松草的接菌的 北松草啦 油煮酸菌啊 通通都是用菌去做出來的喔 所以維生物真的是無所不在喔 這邊很特別的就講 增核育 乳菌育跟細菌育的部分 有素食的植物 有葷食的動物 那請問一下 香菇是素的還是葷的 我猜是葷的 其實它不是啊 其實在我們增核育裡面 它是單純一塊 它屬於增菌育的部分 所以跟其它是沒有葷跟素的 只是說現代人把它區別是素食 或者是葷食就這樣而已 所以它是不葷不素 它是中性的 菌寶貝這個名稱其實是從台語 菌寶貝翻譯取名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把好的產品 例如好的保健食品 體內環保 跟好的放品就是皮膚用的 都是用益生鏡去生產開發出來的 也可以帶給所有的消費者 更好的產品 讓他們更健康更美麗更好的 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許多產業受到衝擊 因此經濟部工業局 舉辦倡議生活產業協盟 協辦了創意生活體驗台灣 振興三重加碼活動 內動創意生活產業給民眾 讓國民體驗高質感的生活風格 提升旅遊深度及活力 來到這個文化館 我們架設了我們有文圖並貌 那可以看得到茶的外觀 還有產地的介紹 以及產地的作標還有海拔 我們期待說所有來到遊山茶坊的人 來了一個多小時 不只是能夠喝到茶 聞到香 還可以知道茶的產區在哪裡 怎麼樣的製作工藝 不只是東京茶 當然還有更多的產區 我只是以我們家鄉的茶為例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阿嬤的戒指很珍貴的喔 那它的用法 它的什麼用途 為什麼會創作出這個東西啊 戴著漂亮 哎呀沒有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呢就是阿嬤發明的 在早期差不多三十幾年前 因為大家都徒手採茶 那採茶採到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時候 這個我們這個手就會裂開 會受傷 所以說阿嬤就想到 看到阿公在光顧虛 她覺得這個刀片如果能夠用在手上 然後呢在採茶的時候 第一個省力 第二個採到一半的時候 它就不會受傷嘛 就可以全部採完 所以阿嬤就想了這個方法呢 就把它做成了戒指龍 好聰明喔 所以以前沒有這種五金工具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有這種智慧 做出屬於自己的輔佐的工具 對不對 是啊 那接下來可以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館內它的特色跟亮點嗎 好啊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 走 因為茶呢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 然後在台灣 烏龍茶在台灣外養光大 所以油山茶法的期待呢 我們能夠因為油山茶法的存在 能夠提供給大家 因為茶帶來有更美好的生活氛圍 讓大家在生活中更有前進 讓國際人士知道真正最好的茶在台灣 是農場 照陽的特色就是種了作物我們來運用它 從土地到餐桌上面的感覺 對 土地到餐桌是一件事 所以我們這是休閒農場 來這邊可以採 可以體驗做DIY 可以做體驗廚房 可以從土地到餐桌 把整套的安心的健康的一種感覺 一種實踐能夠讓它體驗得到 我們從食材端是安心無毒的 我們的體驗DIY餐飲都是很健康訴求 但是在環境上我們要把友善的開年在這邊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屋頂是太陽能板 在底下我們要把綠牆建立起來 前面跟後面這個綠牆是非常有講究的 它每一個植栽都可以淨化室內空氣 可以淨化室內的空氣 不同的植栽針對不同的物質 它可以吸收不一樣的物質 所以空氣進來之後 它經過它就會出來是清新的空氣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在做活動 我們就覺得這個地方 會讓我們的身心也都能夠舒暢 所以希望能夠帶進一種健康的體驗 簡單講就是我們希望帶進是健康的體驗 那健康就是幸福 所以我們是綠色經濟的實踐者 幸福體驗的分享者 我們希望來到這邊的遊客 它不僅是可以體驗到 很多健康的概念 跟實際的食材 食物還有體驗 也帶進一種幸福的體驗 健康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我們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身心靈方面都可以健康 我們這個曲名以外是因為 我們想要利用濃作廢棄物的纖維 然後來做脂 所以我們用脂濃 就是這樣 那書院的話是因為我們覺得 每一個人就像是一本書一樣 他有很多的他這一生的一些經歷 這樣子 所以我們書院會分享 我們透過這個整個活動的設計 從無到有這個過程 你就讓這個參與的慢慢可以體驗說 原來我們要成就一件事情 還是要從一個很基礎的 這一個很簡單的步驟開始 對 才有辦法 而且你會發現 我們經過這樣子的安排時候 你每一個細節你在體驗的時候 它不是準備好的 對 而是你要去 什麼都要自己來 對 真的是從無到有 對 當你自己花了力氣 花了精神 而且你要很注意的時候 這樣子的體驗 它會是一種比較深層的 就是像大家現在所看到的 我們桃米就是一個生態社區 那這生態社區裡面 我們就希望說 這個按照事實的 這個變換過程當中 有一些什麼樣的 農作的廢棄物可以再被利用 那我們就把這些 廢棄再利用的東西 做成我們像我們這樣一個 可以來體驗或認識 或帶回家的一些使用物品 我們對於未來想法 就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 這類型的朋友 能夠進到我們的桃米領袋 桃米社區來 然後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讓這個村子顯得更熱鬧 產業各自發展出多遠的 品牌風格 販售獨一無二的限定商品 推廣豐富的體驗活動 帶給民眾精緻又有質感的 深度旅遊 也讓外國遊客大開眼界 為台灣觀光產業 創造出新的價值 當初是在2001年的時候 我跟另外一個夥伴 因為我們共同擁有各自的夢想 一起從這裡開始去打造我們的夢想 薰草森林最大的特色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座森林 那這一座森林是非常容易讓人家親近的 然後除了森林的樣貌之外 它又有結合一些休閒餐飲 還有住宿的空間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樣心情的人 你來到森林 你都可以得到各自的療癒 我發現這裡真的有非常天然的樹木 還有我們的森林 非常壯觀之外 現在竟然還有美術館 對 我們這個美術館叫做森林美術館 顧名思義就是 其實我們就跳脫以往一般美術館的形式 其實在這邊大自然就是我們的展品 這一幅作品它會隨著時間季節 然後不管你任何時間來 你都會發現好像在跟它對話 跟大自然對話 坐在這邊 你會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故事喔 在未來我們希望來到這邊的客人 可以從這樣的一個遊程當中去感受到幸福感 然後讓自己成為一個幸福的人 所以我們在園區的一些服務流程體驗上面 會有很多的設計 比如說來到這邊 如果想要待半天或一天的客人 也可以在這邊透過一些手作的課程 體驗森林的課程 然後書寫明信片這樣的一個課程 然後來讓自己再度過一個很美好的山居生活 然後同時也可以在這邊住一晚 然後體驗山上的清晨跟夜晚 都可以讓自己覺得來到這邊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旅行 其實我們當初成立新之方庭的時候 是想要打造一處莊園婚禮的概念 所以它是結合天地的祝福 平常像我們在約會區這邊 情侶來到這邊 可以透過約會區這樣愛的提示 可以讓他們的感情加溫 然後有婚宴的時候 最後可以到我們的結婚的慶典區去 然後可以在那邊享受那個很大的草皮啊 然後有一個很純白的教堂 然後在那邊接受眾人的祝福 哇這邊真的太漂亮了 每一個景點我都好喜歡喔 但是其實很多遊客來到這邊都是走馬看花 然後拍拍照而已 試一試還有要推薦一些必玩的活動跟行程啊 有啊 來到新之方庭一定要進小南法去體驗南法風情的場域跟餐點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來到香市來調製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香味 然後把它帶回家 新之方庭從開始就不提供魚翅跟燕窩 然後漸漸的就很多的新人認同這樣的一個理念 來這邊完成他們的婚禮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有舉辦一些綠色婚禮 還有小婚禮之類 其實都蠻受客人喜愛的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這樣的一個很棒的想法 然後很漂亮的場域 可以讓新人在這邊完成他的終身大事 然後種一顆心開花結果 聽完以上的介紹是不是很想要親身體驗呢 歡迎大家趕快來到這些由工業局認證的創意生活產業 深度體驗台灣的美好享受創意生活帶來的樂趣吧 MING PAO CANADA